她小朋友就是很愛吃手 她就從小就是不知道在焦慮 妳有那麼大的壓力嗎 小孩子 我沒有給她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大概從五歲之後 我沒有剪過她的手指甲 我都不知道指甲怎麼剪的 然後她永遠的指甲都比哥哥短 她搖的 我沒有看過她拿指甲刀剪 她也不給我剪 可是指甲都很短 後來我才知道她都是用自己這樣搖的 我就每次跟她說 不要吃手 不要吃手就果真 因為常常吃手就染上 妳定會的 她的腸病毒嚴重是 她那時候喉嚨裡面破了好幾個 全部都是水泡 然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然後上吐又下瀉 然後又發燒 然後那時候我為了照顧她 我就是把她放在跟我一起睡 我因為她這樣一個禮拜都沒上班 就是為了顧她 然後後來就是發現 就是因為她常常吃手 並從口入嘛 對 她幾歲啊 她現在已經13歲了 但是其實還沒有完全改掉 所以她還要搖手嗎 現在還是會 她又偷偷的趁媽媽不注意這樣 很難改掉 我跟你講 妳哪天拿顯微鏡 把她的手放大 偷一點東西 放到裡面下 上百萬次細菌 那裡面的細菌是不是很有用 對 來 你們剛剛搶到了 你們選擇是 小Call覺得 因為你們有小朋友 對 我沒有小朋友 那你猜 我覺得2跟3都有可能 但應該是2吧 2絕對不是 妳真的是 9就是沒有用 那就是3 妳一講就是錯 那就是3 妳把錯的都講出來了 對 3 1好像是要看什麼病毒 好難喔 對啊 但是3又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妳不覺得 如果用3紫外線燈的話 就要照很久 那問題是家裡面 有沒有紫外線燈 對啊 沒有啊 所以應該是很簡單的嘛 我看過那個診所 他們有為了要消毒 他們真的會放 那是診所 那就1 妳要講 所以會不會是有用 好 那妳選 對 因為我覺得要知道 3 3 家裡很少有 沒有 我已經講到這樣子了 那我就1 因為西式 一般我們都這樣消毒 沒有用 沒有用 那就3好了 我在診所看過那個燈 我覺得醫生放那一定有他的用 是 那妳覺得3 錯就錯 好 沒事 對啊 3 不行我們 來 我們請瑋莉 小兒科醫師來幫我們寫答 正確答案就是 YES 謝謝 所以醫生放那個燈 真的有他的用法 它真的是可以殺菌 我們先講那個腸病毒最好的 一般的建議消毒方式 就是用 是啊 對 但是這個題目 你看它多了幾個字 就是 昨天 漂白水本身是用它的 次氯酸鈉來殺菌 對 那這個次氯酸鈉是會 所以泡完一般 24小時後 它的效果就慢慢差了 殺菌效果就減弱 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它如果選用未來 這題就是 用明簽 明簽 是 所以 其實我們在衛教 門診在衛教 都是用西氏漂白水 就是 用10CC泡一公升的 10CC的漂白水 泡一公升的清水 這樣子去擦 不可以噴 因為它這個 刺激性比較強 直接噴在皮膚上 眼睛都會 開玩笑不行的啦 對對對 是拿來擦試用 所以這個 但是隔天之後 它慢慢的效果就變差 所以要 要用的時候 要再重泡就對了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